Yes Yes No No 炎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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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 三个安泽拉人和替换臂 一盒零食 一个水果和地台支架 下层是婴儿车的支架 还有盖子 另外就是豪华版独有的一些 搭配其他角色的武器和装甲配件 主体方面 这款在外形上和IG11主要有两点区别 一个是颜色 IG12的颜色除了这种金属色和铜锈色的部分 还有很多的白色部分 头也是变成了铁灰色的 没有IG11那么重的废土风 涂装的效果上也很不错 铜锈色 做旧和屋迹的效果都很明显 第二点就是爆改以后 中间的这个位置变成了一个驾驶舱 其他的就是像后背位置有一些小的造型变化 这款HD同样是用了大量的独立分件来制作主体 换来的就是最大程度的还原角色的可动能力 像头部就有三层可以独立活动的部分 头部整体还可以向上拉伸 肩膀旋转和平举是两个独立的关节 大臂根部也有旋转能力 腰部可以360度旋转 手腕包括手指的每一段都是独立的关节等等等等 在用料上除了大部分都是塑料的 在手肘和膝盖还有这些管子位置上 HD是用了软胶的材质 这两条大腿是合金的 所以主体虽然看起来轻飘飘 但是其实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然后就是这款的发光发声功能 和目前大部分发光产品一样 这款也是要用线 挪开后面的这个位置 打开这个隐藏盖子 就可以看到插线孔和一个开关了 这个开关是控制头部发光的 光色是白色 发声功能对于HD的产品来说 还真的是非常少见的 这款可以说两种台词 通过左右这两个隐藏的按钮控制 按右边的这个玩具会说 按左边的这个玩具会说 然后就是这款多到离谱的配件部分 首先油打宝宝就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连着这个婴儿车 可以分开 油打宝宝和之前的几款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软胶材质 头部可以稍微的活动 这个婴儿车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里面的坐垫 靠垫 包括按钮之类的造型细节都有还原 这个部分可以取下来 然后搭配上这个盖子 做出一个闭合的造型 然后下面这里还可以插上支架 还原悬浮的样子 另外的这个是搭配驾驶舱用的 表情和婴儿车里的那只不一样 但是头雕是可以互换的 这个手也可以稍微的活动 摆驾驶造型的话 要先把这一块取下来 然后里面的这两个操纵杆 也是连着球形关节的 可以先活动出一些空间 然后把优打宝宝的主体先放进去 后方头雕会容易一点 因为头雕的耳朵比较长 要找角度卡进两边的空位里 最后再握住操纵杆就可以了 两个食物配件 一个是这个爆米花一样的东西 另外就是这个外星水果 这两个都可以握在IG12的手里 然后还有这三个安泽拉人 表情服装都不一样 其中这只呢是拿了一个维修工具 而且这个工具也是独立的分件 可以取下来 这个绿色衣服的也有一个 拿着工具的替换臂 工具也是可以和手分离的 如果优打宝宝塑婴儿车的话 可以把这个绿色衣服的放到驾驶舱 这款玩具的玩法呢是挺多的 然后还有一个老鼠机器人 小造型部分的开模都很精细 上面的红色小涂装也是挺工整的 这下面的轮子是真实可以转动的 地台的外观没有变化 还是星战标准造型 但是这款在顶面呢 有更明显的划痕效果 剩下的就是几位曼达洛人的 武器和装甲配件了 我因为玩具都没在身边 所以只能给大家展示一下配件本身 第一个是发热状态的 维兹拉重型机枪 枪管和枪身部分 HT是用了半透明材质搭配渐变涂装 来呈现枪身发热通红的状态 其他的一些可动部分 像上下的把手呢都没有变化 克里兹的有一个手臂甲 肩甲还有能量盾 给丁甲林用的配件分别是这个盾牌 后面呢还有一条尼龙绳 一个帝国突击队用的喷射背包 还有就是这个电机棒 可动性方面对比iG11基本没有变化 所以这一期就不多做介绍了 总结一下 这款iG12大套装 不管是开薄的复杂性 涂装效果 用料 配件量 发声功能 还是可玩性上 都是非常顶尖的一款 唯一的弱点呢 可能就是角色的人气 不是超一线水平 冷门出精品 再叠上星战的buff 确实是没得说了 这款对曼拿洛人的粉丝们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比较有吸引力的吧 反正我作为一个 不是那么地道的曼拿洛系列影迷 这款属实是给我玩爽了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期测评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内容还不错呢 那还请点赞关注一下 我是33 别忘了 玩玩具也要有仪式感 咱们下期再聊